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监控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为了保护家庭的财产和人身安全 不少朋友会在家门口安装监控或可视门铃 但这一行为也产生了不少邻里纠纷 那么这种安装监控的行为 到底侵害了其他人的哪些权利呢 在网购平台上搜索家用室外摄像头 排名靠前的产品均有上万销量 不少产品声称摄像头可以360度旋转 通过手机无线操控拍摄高清画面 功能一应俱全 消费者多数选择在入户门外 或自家院内加装此类摄像头 但这种看似平常的行为 实则可能存在越界嫌疑 让我们通过案例来了解一下 家住北京的李女士在自家院落里 及房屋外墙上安装了四个摄像头 但摄像头可以拍到邻居王先生的院落和房屋 王先生速至法院 要求李女士将摄像头拆除 法院支持了王先生的诉求 此前的法律对自然人隐私权的保护是概括性的 民法典中进一步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进行了细化 明确禁止拍摄 窥视他人私密空间的行为 本案中 李女士安装的摄像头 可以拍摄到王先生家的私密空间 私密信息和私密活动 构成对王先生隐私权的侵犯 是典型的被法律所禁止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法官同时提到 近年来的法律事件中 其他侵犯了个人隐私权的典型行为 也包括私自加装室内摄像头 不告知保姆 或客厅的摄像头能拍到保姆卧室等情形 那么把摄像头对着公共走廊 还会侵害他人权益吗 因放在门口的快递总会丢失 西先生在入户门上 安装了带有夜视摄像功能的门铃 摄像头可以拍摄整个公共通道内的情况 邻居王先生认为 西先生安装的摄像头 侵犯了其合法权益 要求将摄像头拆除 法院支持了王先生的诉求 个人信息作为一项权益 被民法典明确规定前 当事人多以隐私权的角度提起诉讼 法院也着重从隐私权的角度 审查是否构成侵权 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概念和保护范围明确规定后 法院不再局限于对隐私部分进行审查 还会兼顾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本案中西先生家安装了摄像头所拍摄的内容 虽不涉及王先生的私密空间和私密信息 不构成对王先生隐私权的侵犯 但摄像头所拍摄的公共空间 可以记录下王先生的出行规律 生活习惯 社会关系等信息 这些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 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 除此之外 法律事件中将摄像头安装在自家窗户边上 监控楼下整个停车场也属于侵犯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 虽然现行立法尚未禁止私人安装摄像头的行为 但结合相关法律规定 安装私人摄像头除了要有合理的拍摄角度和范围之外 您还需要满足合法性 正当性 必要性 征得邻居的同意等要求 否则可能会有侵权的风险 如果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最好不要私自安装摄像头 可以寻求物业部门 军民委员会 公安机关进行协调和帮助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